大家好 接着昨天的我们再接着分析一下 昨天的这个日k线走完以后 这个行情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他的意图就是很明显了 虽然我们说前面说这一个突破 这个突破 这个这个确实不是很理想 就是说 在这个日线级别上 他还是要走 我们倾向于走一个ABC的调整 这是最小幅度的ABC的调整 当然这个就我们前面说的 这这一个突破 这个突破 他就向上了 但是分析一下 因为我们从今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如果今天他想走好的话 就这根线啊 就是本来是昨天他就应该应该走上去的 那昨天他这个这其实这两天已经表明了他这个意图 这个k线上他也是一个运线啊 如果他想要走好的话 这一根k线必须打到打到这个位置啊 这根k线必须打到这个位置 在月线级别上 在月线级别上才才算走好啊 才算走好 你走到这个地方 且这个量必须要上上来啊 就是说这个量必须要上来 他才算他才算走好啊 否则的话 走所有的这个这个这个图形 你走一根小阳线 也是没用的啊 呃 这这是第一种情况啊 就是说如果是走这种情况 我们看看他合理不合理啊 如果走走走这样的一根k线的话啊 如果走这样的一根k线的话 我们这个在浪行上我们分析一下 那一二三 就是说如果这是 如果这是三的话 呃 就是说 首先 这这个五他也是不合理的啊 所以说 我们先把这个删掉啊 就说在浪行上 不管是他的尺度啊 还有那个 幅度来讲 还有成交量来讲 他这个这个作为三来讲 他都是不合理的啊 呃 那那那你说他是一到底合理不合理的 呃 一他也是呃 他只能作为一个一一一来判断啊 就是说他只能作为一个一来判断 不能作为abc12345来判断 因为从成交量来讲 如果我们如果我们把这个这个当成一的话 那这个三他的成交量和这个力度幅度都是不满足的啊 在在如果在三浪的时候他的成交量应该是呃放大的 他这个是这个表现的形式是这一波表现的形式就是这个量能整体的我不是说这个我不是说这个局部的我说这个整体的 是小于这个的啊 小于这个的并且他的整体也不是说呃放量放的特别大 所以说呃这个这个如果画成一的话啊 如果这个画成一的话呃一的话那个我们在二的情况下在二的情况下如果他要走二的情况下必须要有一个锯齿形的调整啊 就必须有一个锯齿形的调整 我们就就画一个就是这种锯齿形的调整 这是最小级别的锯齿形调整 如果走一个锯齿形调整 那么我们看呃月线级别啊 呃你走一个锯齿形最起码也要一个星期吧 一个星期的话 那这个月线级别那你就收不到这个上面 并且这个量呢也跟不上 那么这个月线级别他就他就必须要走一个ABC的调整 如果这个月线级别走一个ABC的调整 那么这个日线级别这个是满足不了这个满足不了这个幅度的啊 所以说接下来应该不是一个不是一个ABC的调整啊 应该是一个五浪级别的下杀啊 就是说如就是说满足月线级别必须是一个五浪级别的下杀 这个点必须是呃 当然 如果是今天他没有放量的话 那这个点是肯定是要破的啊 这个是这个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波的上涨而忽略到整体的趋势 呃你要完成首先就是说今天必须完成的一个目标啊 你打这场战争必须完成的一个目标 今天必须是一个这样的放量放量阳线 并且这个量呃和这个差不多 这叫完成这叫完成任务 这这是第一步的完成任务完成任务以后 你必须在这个位置守住守住 他叫做完成任务负这任何一条不满足那他都要下来 下来的下来的力度他不不下来的力度他就不是说 这样缓慢型的下跌他可能是说12345他有一个缓慢型的 刚开始有一个就是说缓慢型的缓慢型的缓慢型的下跌下面就是下杀 所以说我们的策略还是不变啊维持昨天的逢高放空啊就是不变啊 就即使你是走今天走这样的一根阳线 我认为他在这边呃就是说即使走到这边呃呃 其实走这一根阳线今天完成 它是也是很不容易的啊就是说如果你打到这个位置为了完成这个目标 他可能走一根长长的上影线啊这也是开空的条件啊他只有现在他走的只有一条路了他只能走这样的一条 否则的话是接下来首先这个要打掉啊前期的我们这个要打掉啊所以说呃 策略还是逢高逢高放空不逢高放空的这策略啊就是说我们在就是月线级别呃对他的一个判断是他要走下行趋势的啊 不我们不是为不是因为他走走这个走走了一波上涨破了破了 因为你在这些首先你首先呢这这个位置你走的不能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呃 还有就是说你在关键的这个位置你走的不是不是很坚定啊不是很坚定且你这个量呢也跟不上呃 呃我们还是把这个先定义成为一个右空行为就是说这一波还是一个右空行为 第一波的调整必必须要有一个深度调整所以我们的策略还是维持不变啊就是在接下来的几天如果今天还是这样在这边震荡的话 那么这个确定性是很大的了就是你不管往上走也好往往上走还是以逢高放空你在一个一个小时级别 你涨个涨个几天涨个吧涨个几小时啊涨了几小时你就是说你拿这个放大镜啊分时图如果他那个量能跟不上在在在上面量能跟不上你还是放空这是一个呃这是一个操作的策略啊而不是说呃你在这边也就是说呃呃就是呃就是呃就是就是低点的时候你放空啊 因为他必定是一个破这个趋势呃他有两种走势一个是压均线第二个是直接破趋势呃压均线他要在这边要要要盘整两天所以不管是哪种策略来讲逢高放空的策略是一个呃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策略啊 这个绝对不是逢低做多啊这个这个不是逢低做多啊逢低做多你在时间级别上你也也这几天也也也不到的时间和幅度都不到的最少要走一个星期啊今天他不走大阳线那么逢高放空的策略要维持一个星期 这边是一个星期的星期